注意了啊 今天教你们如何实现薯片自由 看好了 首先准备四五个土豆 然后 接雪盐 一些油 然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只需大喊一声 妈 妈 谁让我有一个厉害的妈呢 那倒也是 今天就让你实现薯片自由 这小子最喜欢吃的 乐视黄瓜味和薯片番茄味 今天我就都给他安排了 黄瓜味这个已经五步 第一步 它薄片片洗鸡垫粉 第二步水开放盐 焯水六十秒 多一秒都不行 暂时捞出再泡凉水 次是吸干土豆表面水分 还好我最近在用这个 斑布厨房纸 用它接触食物 我还是蛮放心的 吸过水的厨房纸 这两根还可以重复用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就是油温漆成色 下锅炸了 中小火炸到金黄 捞出控油 也放到厨房纸上 吸取多余油脂 用它吸水吸油都分绝 含差个最最核心的黄瓜粉 嗯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黄瓜香了 好多油 得好好清理一下 它洗干净 随手一扔 特方便 收拾干净 准备做分鲜薯液 这个就稍微复杂一丢丢了 那就分三步吧 第一步先把这堆打成泥 别的口味配扁 第二步装表花袋 第三步就是烙饼了 蛋炸锅挤五坨 正面一分二十秒 翻面一分钟 火候就是刚刚好 趁热迅速 压压完就是那味儿了 嗯 果然是那味儿 哎呀 糊了 火还光太大了 一定要全程小火有点耐心 也就一下我 一盘各种口味的薯片就做好了 我这薯片做的简直了 所以我家这臭小子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出去买个了 最后买个黑皮粉 味道就更正了 再把厨房打扫干净 起锅 嗯 茶苔味 虾苔味 嗯 超好味 薯片自由 你学会了吗 我下次教你们做一米长的鱿鱼仿真蛋糕 记得来哈